HELLO 大家好 今次很高興和大家來到東京介紹一下不同的攝影器材 今次就介紹一支 Leica 35 1.4 鏡頭 講回這個35 1.4 歷史 第一支是鋼咀 第一支是球面玻璃 第二支是35 1.4 的PA PA 都是跟鋼咀類似比較軟的 又沒有鋼咀那麼軟 相對來說價錢也是值得用 大約是兩萬元左右 對於一些剛剛玩的朋友來說 算是一個好的選擇 之後那支就是這支出名了 就是雙飛 雙飛即是有兩塊飛球扁的玻璃 當時只做了大約2000支左右 那支就是立體感強 還有色彩還原膏 再下去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就是第一支的ASpitch量產版 大量生產的 去到2009年就停產了 因為那時候 德國的Leica玻璃就已經用完了 這個款式被迫取消了 到現在其實已經停產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自己個人 都是喜歡這個鏡頭的顏色 還有那個立體感 自然 我是比較喜歡一些的 現在跟大家去試一下拍下這支鏡頭 看看效果是怎樣 好,出發! 左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